好 那這題目的話 它是說 用相同的速度大小把三個物體拋出去 一個鉛子上拋 一個平拋 一個是這樣的斜拋 然後問你說這個落地的時候呢 他們的這個幾個選項哪些正確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A選項 它說落地時速度量值是 BA等於BB等於VC B的話它是講BA大於VB 然後大於VC 讓我們先判斷一下 怎麼樣來這個想他們的落地速度大小 那當然這題目 其實你有兩種想法 B等於做法你可以這樣 你用那個等加速度運動 對不對 反正每一個的水平速度都不會變 它一樣是V0 對不對 那你是要把那個VY算出來之後 最後用個B式D0去合成 看它的V 那這也是一樣 水平速度 你看它原本多少 這個水平方向怎麼會變的 然後你看這個外套向變成多少速度 然後一樣用個B式D0算到最後的末數 但這樣做的話 可能題目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這樣好不好 我們這題目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想法 我們用能量的觀點來想 什麼樣能量的觀點 你想喔 結果他們在飛的過程裡面 對不對 原本這個三個東西有沒有具備動能 有吧 對不對 你有你的動能 我有我的動能 那就算這兩三個東西質量都不一樣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想喔 三者原本出去有個動能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 A B C A也好 B也好 C也好 他們都是受到重力的作用 對不對 那你想 如果今天從頭上這個高度 都擺到地面上 那這時候重力作的勾就可以用什麼下去算 是可以用他們的重力 AMG 呈上他們在重力方向的什麼 的位置 對不對 那這三個動力在接直方向上 重力作工這個位移的大小有沒有相同 有啊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看我們這樣的想法 譬如說你今天你原本有個這樣的動能 對不對 然後你在整個過程裡面有重力對你作工嘛 所以加上這個重力作的工 好 那想想看喔 重力從這樣子這個高度拉到這邊來 不管今天你是上去再下來 還是這樣子斜拋再下來 他們整個在重力作工的這個有效的距離上面 大家通通都是誰 都是跌倒歪 對不對 就變成 AMG 乘上跌倒歪 而且呢 AMG 的方向跟跌倒歪的方向相同 隨時會做正崩 對不對 所以原本有這麼多的動能 加上重力作的功 稍等於後來他們的什麼的動能 如果我們一般沒有講的話呢 都是令這個地面叫做靈位面 這樣會不會接受 對不對 原本有這麼多動能 加上重力對你作的功 那就是後來的動能 那其實你看喔 我在寫這個式子 就是用到你的那個高音的時候的一個什麼 就是功能原理 你還記得嗎 好 我們複習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題目用能量來解會比較方便的話 同學就不要用運動學了 好 來 那什麼叫功能原理 就是合力對物體作的功 是要等於物體動能和什麼的變化量 對不對 那你今天想喔 我們這個物體整個非力的過程中 合力就是誰 就是重力啊 對不對 這個題目其實應該寫得更清楚一點 他應該加上一句話 就是說不計阻力 OK喔 那在只有受到重力作的情況下 這個合力就是重力嘛 那你想 如果今天我們說好 重力作功是動能變化量 什麼叫動能變化量 就是後來的動能 減掉原來的動能 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按照這個想法的話 你就把原本的動能移過來 是不是 原本這麼多動能 加上你合力作的功 你看你做正做負嘛都可以對不對 是要等於後來的這種動能 這樣子可以喔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樣的想法 寫出這樣的式子的話喔 來 那同學我們現在整理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的末術 基本上跟他們本身的質量有沒有關係 都沒有對不對 不管是誰大誰小 這個m的話都一樣 通通都消掉了是不是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就變成這樣 我們的b' 現在主要主要算這個末術 對不對 所以按照這個式子喔 我給他通通乘以2好了 好不好 這個變成2g 乘上y 所以看 我們的b' 就可以怎麼寫 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樣開根號 是不是就變成根號的 所以這邊剩下誰 剩下b' 平方 同乘以2 可以嗎 這邊剩下誰 剩下上2g 乘上他的千子發尾位 可以喔 那因為這個3個的9.8 這個大家都相同 還有剛剛講過 data y有沒有一樣 也一樣 所以b'有沒有相同 有對不對 b'的數大小不是也一樣嗎 所以3者的這個b'都要怎麼樣 都要相同 可以喔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用能量的觀點下去想的話呢 3者的弱體數的大小都會一樣 但是很明顯的方向有沒有一樣 方向沒有 對不對 各個的方向 但是你考慮大小的話 這個b'是相同的 好 所以這個a b的話 我們答案只能選誰 只能選a a對的話 b怎麼樣 b就錯了對不對 所以選a 好 再來看那個c選項 c跟d一起看喔 在空中的時間 他如果妳說 飛的比較久 好 那我們就把c跟d 擺在一起考慮的話 那你想 哪一個可以飛的比較久 很簡單嘛 3個都是瘦到 9.8往下 他們都要做這樣的等加速運動 對不對 所以哪一個的牽直出處 最大的那一個 當然要飛最久 你如果今天有牽直速度 你要把那個速度抵消掉 飛到最高 才會再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比較這樣的話 哪一個的牽直方向 往上速度最大 那那個一定要飛行時間 飛得越久 好 那把分解一下 他的話怎麼樣 百分之百都是牽直速度 他的話有沒有牽直速度 沒有 他根本不要往上衝 直接拉下來 對不對 這個的話呢 有沒有往上的這個速度 有 但是這個牽直速度 有沒有剛才第一個a那麼大 又小一點點 對不對 好那看一下喔 以y方向的速度來說 這個速度最大 這速度是0 這個速度比較小 所以一樣衝上去再回來的情況下 誰會飛得比較久 第一名是誰 一定是a 對不對 第二名是誰 這個還是有 但是比他小一點 對不對 那誰最快落地 是不是他 他根本不要往上 他就直接掉下來了 喔 可以喔 所以我們這個c跟d的話 我們就是 判斷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b0y y方向的出速 誰在這個y方向速度大的人 那就要飛上去再下來 那個就會比較久 好 所以按照這樣的話 我們就發現喔 來按照這個大小 飛行時間a最長 再來是誰 c 最快落地的是誰 是b 好 所以這樣想之後 答案要選哪一個 都不對 所以打X打X 這樣子是正確的 OK喔 好 那最後一個 飛行期間加速度量值 什麼在加速度量值 不計主力的話 加速度量值就是誰 9.8 對不對 請問你三者怎麼樣 皆相同 OK喔 他們加速度都是一樣的 好 因子1的話答案正確 好 所以最後答案看一下 就要選A1